潮車蛇行撞車不賠還想上路 車主怒控不定時炸彈 又是一個大車把馬路當賽車場的故事 左右蛇心喊 超惡劣的 潮車逼車撿車還撞車 車上孕婦快嚇死了 都說26歲黃先生向蘋果投訴 去年11月開車行經大寮光明路一段 遭遇一架三口驚魂劑 二職的33歲邱信潮車司機 開車蛇行他按喇叭提醒 結果卻挑斷邱信司機與致線不斷逼車 事後邱南也因行車制錄器畫面 左鎮莉莉被開罰24000以下法官 吊凶駕照扣牌照三個月 但黃先生花了18000修復 車子左後葉子板 後保險桿等 事隔兩個月 對方卻與因公司推脫到現在還沒賠錢 對方所屬的交通公司 還企圖以行政訴訟恢復牌照 大車恨行如大胃羅麻 無法無天 黃先生氣罵就像不定時炸彈 決定公開讓潮車駕駛 接受社會公平 地方中心 高雄報導